加拿大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被渗透的 这肯定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所以以往在我们的心目中 加拿大在过去包括齐克 他说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政府 也是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的 也是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随着跟中共这些经济的加深 加密合作以后 那共产党呢又利用加拿大对吧 要成为打击美国 渗透美国 蓝金黄美国 那加拿大就成了这个桥头堡 那加拿大呢是被中国共产党 对付美国的叫北部大平台 这是他们内部术语啊 这个北部大平台 说北部的这个大平台 加拿大已经沦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私生子女 包括被洗干净的钱啊 他们也知道这里的钱过来的话 要是洗干净的 和大量的间谍平台所在之处 所以呢 他说什么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在制定政策了 要全方位的对加拿大进行控制 所以共产党在哪里 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全部的 你所能知道的地方 经济的 技术的 矿产的 贸易的 等等等等 他说什么时候从量变到质变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渗透过程 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肯定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但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就是赖仓心被遣返事件